三名五国男子试图将市值到约41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走私到新加坡 结果被失城 执法当局发现将他们扣查 由于他们走私超过15克的海洛因和超过250克的冰毒 因此一旦罪名成立将背叛死刑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毒局发文告指出 一名大马男子18号开车入境失城 新加坡移民局官员在误览关卡例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后车厢藏有超过17公斤的海洛因 261克的冰毒和2克的摇头丸 这些毒品都被吸纸包裹 行径暴露之后男子当场被捕 19号一大早新加坡速毒局人员展开后续调查 在物落北一街逮捕了另外两名男子 他们相信是这批毒品的街头人 三名落网嫌犯年龄介于23到28岁 这批毒品一旦流入市场 预计能够让超过8500名瘾君子 稀释长达一个星期 四一天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是一日 二十四 三分之一 很似乎 感谢观看